你以為有什麼計劃發生? 這個後來是嗎? 3月25日至27日之間 有横浜聯盟的演唱會 大祖小姐說到 3月25日至26日期間 在横浜聯盟有AKB48的演唱會 4月6日會有新的一篇發表 4月6日亦會有新的一篇發表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錯過 再問問 大祖小姐今次來到香港之後 又會忘記什麼呢? 今次來到香港 又會在日本 又會回到日本 接下來是怎樣的工作 您正在3月16日 我相信 大祖大祖小姐 又會回到日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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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想問 如果有機會來到香港 又會不會考慮一下呢? 香港出場後 多分 ファンの皆さんも 寂しくなると思います 請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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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 大祖小姐 請問 大祖小姐 提到 當然 她很想在Asia 進行 一個拍攝電影 等等 就算是一個抽完之生 等等 也提到 看到今次香港的粉絲 是這麼熱情 都希望今後 是多一點 來一個亞洲面發展 這樣 謝謝 相信大家聽到 大祖小姐 都很開心 大家記住 勇約支持 大祖小姐 和其他AKB48的成員 都會多一點來香港 和大家見面 好 謝謝大祖小姐 Thank you 大祖小姐 特地幫我們CV 都宣傳一下 因為他們會來表演 所以都希望各位粉絲積苦場 多點來參加CV的展覽 好嗎